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 应该是 至少国防部这部分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外交部是21号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同仁那个时候在忙的处理 这个保钓这个船 要到这个钓鱼岛去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在处理上面稍微淡路了一下 但是我们在内部的这个 资商 包括调法师的资商 以及事后送到这个国防部去 就是都是雅邪在处理 是雅邪 部里面都是雅邪在处理 是雅邪 雅邪陈秘书长 请 秘书长 这个事情出来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国防部协调的 报告委员 我们是在21号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 那么因为当时交流协会 转达这个讯息的时候 他们有告诉我们说 他们回头就会透过私底下的管道 由他们的国防武官 我知道 是 到国防部去做口头说明 那么是这样 第一个讯息是这样子 是 本席问你是 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国防部协调这个事情的 是在 我们公文是 公文出去以后 因为我们怕来不及 所以用电话跟国防部 请我们下面的一位组长 用电话跟他们先做联系 国防部的立场跟看法 什么时候智慧你的 还没有 到现在都还没有 到现在目前为止 对 都还没有 对 国防部没有给你们协商 也没有告知你 国防部的立场跟看法 到目前为止书面的没有 都没有 对 好 部长秘书长 这是27号的报纸啊 秘书长你请看啊 媒体用了一个很 本席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标题 外交部 冒号 不损 权益下 驻日 领空完整 就说这个事情 外交部的立场是 不损害我们的权益之下 帮助日本 领空 维持完整 他内文的一句话是 我念给 部长听哦 还有秘书长 外交部 外交部 对此事的立场是 尊重 尊重日方 会 会在不损集台湾权益的前提下 协助 协助日本 媒体要报道 媒体要报道 报道什么呢 据指出 29号的下午 这是29号的下午 上周六 外交部发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声明稿 本席非常赞同 那个声明稿的内容 基于 基于 国家主权 跟我们领空的完整 我们无法接送 对日方的做法 表示遗憾 这个新闻稿本席很肯定 但是 马上媒体又一篇 是说 外交部有人私下要放话 放话什么呢 口头强硬就可以了 不要影响台内关系 而且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基于双方主权默契 口头强硬就可以了 更爽动的是 昨天 礼拜天 媒体这么大的标题 说外交部慢半拍 国安高层为之气节 对于 显然是对于外交部的处理 国安高层有不同的意见 为之气节 而且这里面又提到 不具名人士的话 请问这个事情都出来了 为什么一直到今天 到底外交部是谁 私下向媒体放话 表示可以接受日方的说法 跟日方的意见 今天早上 我请教了外交部 处理这个事情的发言人 张发言人 他表示 外交部的立场 就是礼拜六的新闻稿的立场 这点本席部长很肯定 但是本席要请教部长 还有秘书长 是谁 连续五天 不断的在外面 表达的是跟礼拜六 完全不同的立场 强调可以接受日方 帮助日方维护领空的完整 部长 外交部是谁 私下对外放话 跟委员报告 我会认真的了解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外交部 也不是我们政府的立场 我在这里郑重声明 我们的立场 在礼拜六的 一早的新闻稿上面 就已经很清楚了 好 谢谢部长 我请部长 因为发言人有新闻稿 这是代表外交部 代表非常明确的立场 那礼拜六的新闻稿 本席非常赞同 但是私下的放话 这么严重 而且涉及到部会的问题 我请部长 私下去了解 马上处理 谁私下向媒体放的话 而且这个立场 会让外界 包括经常好几位委员 都会认为是外交部的立场软弱 并没有跟委员报告 礼拜五晚上 我就一直在处理有关新闻稿 因为那比较晚了 所以我们礼拜六一早就发了 我特别还请这个 陈秘书长 礼拜六上午一大早 跟同仁来加班 同时请这个发言人 礼拜六上午 来把这个新闻稿发出去 所以我们是自证俱佐 我很谨慎的发这个新闻 部长 你知道昨天新闻这段 这么大的标题 您看到了 事实上 我们在礼拜五晚上 我还跟相关的官 相关的单位 一直在联系 确定了我们的这个政策以后 因为这个不只是外交部的事情 还有其他部会 我刚刚提到过 是包括我们的拧帅 所以 所以我并没有慢半拍 昨天礼拜天 有电子媒体访问我 他就用这个标题 问我外交部是不是有延误 我说没有延误 因为还要跟其他部会 进行跨部会的协调 所以本席觉得 这个事情这么重大 代表国家主权的问题 外交部一定要去沟通跟协调 本席不觉得有延误 是 谢谢 可是本席在这里要提的是说 外交部私下有人对媒体放 这一步我会认真去了解 而且这些话 本席认为不仅是 没有国家立场 而且简直是昧日到了极点 外交部到底是谁 陈秘书长 你知道是谁的放话 陈秘书长 对不起 委员我说明一下 我这个工作 那么偶尔会有记者 会打电话来问 那么我 只能够就事实做一个说明 那么我 我们这边绝对不会像 报上所登的 说我们有昧日 或者是驻日的这种言行出现 这一点我可以跟委员保证 雅学里面有没有人对媒体私下放话 不会通常我们 正常还没有定案的时候 私下把自己的意见 跟媒体放话 通常我们的同仁 非常谨慎 因为这个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 我们的同事啊 几乎都不会跟 可是秘书长 到今天是第五天 媒体既然发表这些 有人放话跟外交部政策立场不一样的话 为什么你们没有查 内部调查 同时也没有发新闻稿去做澄清 你应该发个新闻稿正式澄清 尤其礼拜天 也有这么事情 部会之间的问题怎么在媒体里面弄出来呢 这么大的标题 实在即使是有 都不应该在媒体里面弄出来 何况 到底是真是假 也不知道 都不做澄清 这个跟委员报告 甚至于有媒体啊 还提到问我说是 国安会有没有开会 我没有办法 就这个问题答复 我说我没有办法答复 我没有办法替国安会答复 可是 这个媒体上面就讲 媒体上面就讲 这个叫我去问这个国安会 叫他去问国安会 是啊 所以跟委员报告 有时候报导 跟事实上会有一点扭曲 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肯定报告 我了解 所以趁这个机会 我也是让部长有机会做澄清 部长 以后发生这种事情 你应该第一时间 要求相关官员要对外 立刻澄清说明外交部的立场 同时对于私下如果有人不当的 跟政策不一样的私下的放话 也要立刻做处理 没有经过授权的人 不应该代表外交部对外私下放 政策不一样的话 会给外界很多的误会跟误解 那么最后我还要请教部长 法国再来协会真的要关闭技术组吗 因为拉法业的佣金赔偿案 法国不高兴的要把技术组关掉 有这回事吗 跟委员报告 这个华国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 副发言人特别提到 有关拉法业案的这个仲裁 是一个商业仲裁 不应该影响到双边其他的关系 第一点 第二点 法国是不是要关闭在台湾的这个办事 他们的技术组这一部分 我们还必须要求证 事实上我们认为双方的关系 不应该受到仲裁这个影响 第二个 他也许是 我还要去求证 也许是因为这个效能效率 或是这个兼费 这个功能关系啊 有这种考量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 我要去了解 谢谢 好 谢谢部长 本席也是觉得台法之间文化 经贸还有未来可能的军购 关系非常密切而且重要 法方应该不会做这种处置 法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国家 他们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这应该是两件事情分开处理 是 我们跟华国都是一个自由民主 而且是法治的国家 非常谢谢部长 你今天的寻达就代表了有政务观的风范 谢谢 就是要这样子 谢谢 谢谢你